丁燕宇航被无情抛弃 桑东高速叫停了他的参赛资格 第二个阶段的四倍比赛 咱们不会看到丁燕宇航登场打比赛了 那么龚小兵师徒为什么会这么冤 到底要怪谁 要怪谁养 提到这里之前 欢迎大家给咱们的视频尝一下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重点跟大家分析到 丁燕宇航他在本个赛季的比赛 原本第一个阶段 第一场比赛拿到了19分 大家都非常高兴 都为丁燕宇航感到非常祝贺的情况之下 没想到丁燕宇航 他却在关键时刻又迎来了挫折 遭受到挫折打击 其中他的得分能力不断的波动 有时候拿到几分 有时候十几二十分 但是很不稳定 直到如今丁燕宇航更是迎来了一个重磅的霹雳 很意外 他在第一个阶段的比赛打完之后 那么就接受了封闭式的训练嘛 然而呢 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丁燕宇航他的打法呢 本来就是比较伤身体的 很消耗体能 那么整个过程呢 他的膝盖受到了伤病影响 随着丁燕宇航他的膝盖受伤之后 那么第二个阶段的比赛呢 基本爆销了 没法打了 直到如今呢 桑东队方面呢 徐长所主教练 还有桑东高速方面呢 基本上也确认了 第二个阶段的丁燕宇航不能够双赛了 没有了双赛资格 第二个阶段的丁燕宇航是选择了休息停赛 那么这样一来呢 没有了丁燕宇航的桑东队 你说到底还能够怎么去打 到底怎么去发挥出色 怎么去冲击四倍的季后赛 乃至呢 要去冲进四强跟踪冠军 那基本上呢 希望跟机会啊 都是下跌了下来的 所以呢 直到如今啊 丁燕宇航 他的双赛资格被叫停了之后 那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打击跟冲击来的 对丁燕宇航他的职业生涯来说呢 那基本上呢 大家可以了解到 过去的三年比赛呢 丁燕宇航整整停赛了 上年时间 一直都没有付出参加比赛 哪怕说最开始的时候呢 丁燕宇航凭借他的发挥 拿到了两届常规赛的MVP 原本呢 仍是处在一个高峰巅峰的状态 是很值得自豪的 但是 龚小斌后面的上年比赛呢 却接连选择退赛 这么好的青春年华 这么好的状态 没有付出比赛 反而选择了退赛 直到如今 哪怕说丁燕宇航他付出了 现在呢 马上又受到膝盖伤病的影响 那确实很可惜 另外更加可惜的是什么 三冬队原本在本个赛季 想要把重磅的希望都压在 丁燕宇航的身上 其中选择留下了丁燕宇航 让丁燕宇航来顶星合同打比赛嘛 那么 把龚小斌这个主教练的位置 测了下来 换上了徐长所 说白了 重磅精力 重磅的希望压在了丁燕宇航的身上 放弃了龚小斌 结果呢 现在丁燕宇航也不行了 伤病的影响打不了啊 不能参加第二个阶段的比赛了 所以说呢 现在的三冬队啊 那真的是两头空 没有了丁燕宇航 还没有了龚小斌 到底要怎么去打 对接下来的比赛呢 徐长所主教练 他也明确透露到了 丁燕宇航根据他的伤病情况 要休息56天 整整八个星期的时间 而且呢 哪怕说丁燕宇航他恢复了 你最起码呢 也要进行恢复训练 还有热身吧 还要看你能不能适应 CB这么高强度的比拼啊 那么这样一来呢 龚小斌师徒二人呢 那真的是非常冤 龚小斌也好 还有他的爱徒 丁燕宇航也好 哪怕说龚小斌选择 原谅了丁燕宇航 但是呢 两人现在都不能够参赛了 丁燕宇航受伤 龚小斌呢 被撤职了 所以说呢 那真的是 很尴尬 那么背后到底要怪谁呢 相信呢 不少人就提到了 丁燕宇航他的经纪人 虽养 因为呢 虽养过去呢 他是跟龚小斌之间 有一定矛盾的 所以说呢 也正因为虽养跟丁燕宇航 一直都没有确定 没有选择 让小丁付出比赛 使得现在呢 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这么好的年华呢 也过去了 现在的伤冬队 那真的很尴尬了 龚小斌 离职了 另外呢 丁燕宇航受伤了 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打 恐怕呢 最好的机会跟希望 只能说把 龚小斌 重新给召回来 伤冬队才有更大的希望 去冲击季后赛 跟西北的总冠权 不扬的话真的很难打 那么大家对于丁燕宇航啊 他的参赛资格 被彻底抛弃了 你是怎么看呢 欢迎做出你的点评 以后呢 再给咱们的视频 查一下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